大家好 今天邀請到台灣選手迪化 來跟我做今天的快攻速式牌組解說 他在1月天梯結算當中 也是拿到了錦十二的排名 是今年第一個台灣選手拿到資格的人 而這個月也成功上了錦一的牌位喔 在左邊這個二號套牌 是他上個月使用的牌組 因為他跟我說前端的人都使用牧師 那要強化中後期的能力 我們就放上新卡維克斯 實際我使用下來是蠻難使用到這張卡的啦 那右邊的話是他這個月上了錦一的牌組 雖然看起來是個容易操作的快攻牌組 但裡面的細節可是多到數不清啊 打德魯伊現在最多的就Token德嘛 那我 一定是把他假設為Token德在打 可以全換 但也可以留一張暗鱗 我是覺得可以留一張暗鱗 而且他不一定是那個 Token德 他有可能是 比較大的那一種 是 沒什麼問題 守護獸系列的嘛 也有可能 對對對 現在守護獸也蠻多的 所以 暗鱗基本上打德魯伊是可以留 雖然這邊是希望找一啦 但是右手也會進嘛 完蛋 都沒進 沒事沒事 那也沒關係 完蛋了 下一次暗鱗 唉唷 他好像守護獸的喔 傷到了嗎 救命有很大 唉唷 好像是認識耶 真的耶 他該不會等一下閃電之花 然後直接丟一個一盤 那沒辦法 那就沒啦 這場就沒了 冷沒了 就抽吧 那你會先下哪一張2呢 對 雖然沒有加到但是 還行 就只能這樣的 這個手牌 這手牌如果阿曼達之手 輸不了 喔他一直解不掉這隻耶 只能感覺到 忘了我們就是 一直故意受傷嘛 對對對來 再抽 再抽 剛好三倍 唉進了 唉唷 這邊先吸吧 先先先先先先先 先拿一個場 先站場面 先站場面 這個抽的話 就少了場 所以 沒有很好 那打少護獸的話 我們應該要防一下白衛啦 最好是有藍胖這種嘲諷 E3 阿怎麼又這隻 又是這隻難告的 講一下 可以直接丟巨人 丟巨人沒什麼用 如果要丟巨人的話 應該不要丟巨人 應該不要丟巨人 我們這巨人可以降到很低 等一下 你這邊可以掃把 然後零 掃把然後去死 然後零 掃把先去死一張 對 然後零 拿兩張回來 對 然後巨人 掃把 巨人掃把 然後巨人不要扣血 然後讓 讓那個 除了按鈴之外 對對對 那樣 哇 秀爆 欸這一 哇這一手真的是有料 秀爆 他解不掉這8攻應該就沒救了 架子直接打出來 欸那我們這回可以打出來的傷害 欸 呃 13 15 欸好像會贏喔 8 11 12 13 14 15 喔這邊0 這邊0拿一個那個 先丟一個 先丟一個蘆蟲吧 然後丟0 然後如果有那個加 加攻擊力的 你說又可以再拿到是不是 對 來 升降 欸 讚了 贏了是不是 哇 這一場這個巨人 直接秀了一把 打得真好打得真好 打一定不留 照把一定不留 然後可能留211嘛 男胖可能也不留 男胖也不留 攻擊力太低了 可以想一下 我可能也不會留啊 因為這男胖不能服務 我覺得包裝的話就是21嘛 右邊兩張 對 右邊兩張就好 因為 因為 能打贏牧師的 就只有 阿曼達之手 你要用前面 你要用前面來打贏他 根本是不可能 因為他太多劫 但你前面不能沒東西啊 你前面不能 你前面沒東西 你也要走 那我們這個信用幣要不要直接跳岸 沒有啦 不用不用 不用直接跳 因為他太多劫 可能只有那種什麼 受傷戰吧 受傷戰 搞不好就沒有 就可以這條岸 這邊就有暗鱗 這邊就有暗鱗 好就空過 其實這場 只要來手 就是 第二張數 因為我只要傷人丟到手 就打牧師就很難 除非他是復活木 復活木 打所有快攻都 都虐 雖然沒有場面 還是你覺得要死者附身了 2加1 然後02 2加1 好像可以 對對對 應該是 我剛才沒看到死者附身 要不要抽喔 抽吧抽吧 還是我們直接 用那個 那個 好可以可以 衝衝衝衝 哪一個 那他比較不好解啊 他那個3費有個少2滴嘛 4費有NOBAR 唉唷 他沒解囉 這邊強 強就血 等手來就贏了 哇 有點強 很賽耶他 嗯 還還 還要再下嗎 如果再下的話 抽到手機會可能更低 想一下 又有死者附身了 再附 再附 我兩張暗鈴 先丟先丟 白衛要怎麼防 牧師的話應該 不用怎麼防 牧師好像沒 有啊 神明啊 背叛 欸對 你85雙的話 哇 你這個白衛擺最好 背叛直接兩隻 吃兩隻 最左邊的 還想靠賽了他 這東西 3加2吧 2其實 我覺得這邊還是要抽牌 還是要抽牌 然後一張3 感覺 有巨人 好可以這樣 有巨人了 哦 有巨人那有戲人 你可以巨人掃把吧 巨人掃把 然後 用那個 巨人解 然後用那個 1 1去解 好 完美 打牧師 雖然你有很多怪物 但你不能一次丟出去 因為你一次丟出去 他很好擠 所以你要 就是你要趕快去找手 找 阿曼達之手 或者是巨人 這很禁止嗎 靈魂之敬又被了解了 沒事沒事 你看 你看這邊 手牌叉已經打出來了 因為你有一張再按抽牌 這邊 按鈴下去抽一張 繼續抽 我們 手牌叉直接打出來 支援很重要哦 兩個藍胖一個小鬼 對 好 再拖一下 其實已經 手已經差不多到哪了 因為已經 17張 哎呦 葛達克啦 他快不行了 呃 那他真的要會 來 再抽 再抽 不怕 我這裡可以補一下 雞爆 全丟 分分分開 分開放 分開放 要給那個 暗鱗 對 這樣多補兩滴 我以前都直接丟到他兩隻身上 後面發現 哎好像乖乖 少補了兩攻 就對了 對 他這邊8費基本上沒想法 就是穆斯 穆斯你要去抓他的回合術 或 可能他剛才看過首相 他剛才看過首相 所以有可能有流沙 那也沒辦法 因為你這邊只能這樣打 但他如果沒有的話 你這邊屌虐 所以 你打穆斯你要看他的回合術 他的回合術很重要 因為像他T7就有鏡子 你就要防鏡子 像他T8都沒東西 但他看過首相 就是 要去算那個 回合術 然後 看你決定要不要你撲怪 他這裡沒死亡再會就掰了嘛 對啊 呃 路打穆斯是可以打到疲勞 疲勞的意思是 只打到自己疲勞 就會贏 因為你的資源夠多 不是雙方疲勞 雙方疲勞那太慘 雙方疲勞那感覺是他會贏 沒事沒事 他這邊已經沒牌了 他只能按這個天生技 打殺的 再抽再抽 還是沒來 再抽 你手牌插其實已經打出來了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直接空 就自己打手 所以 想一下 這邊要不要打兇 來我也在防一下 他是無鬆的話 這掃把我們就不解啦 還是要解 你覺得要防一下 三費補血 不用啦 他如果貼神話的話 他也要走 贏了 按天生技 那真是沒啦 我們這場沒有靠手 靠天生技就贏了 完了 留一個1啦 就是這樣 留一個1 裝B 又有combo 但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時候 怪那個1費敷太強 2費的都好 抽 太一巨人 好 可以喔 這很強喔 抽了 抽了 拿一個1 吃了 欸欸 這來的有點怪 下一會 再用那個 鬼母抽 會爆嗎 會爆會爆 但沒辦法吧 但沒差 就給他爆吧 欸用到了 爆掉了 欸 欸 完蛋 阿這張放的是給別人爆的是不是 沒事沒事 屌虐了 現在怎麼感覺要輸 不會吧 我已經有點擺錯位置 你有發現嗎 小問題啦 這一定會加吧 加加加加 哇 會擺喔 你很會擺喔 哈哈 好像沒什麼卡 你說也不會去解這麼多次 對啊 沒什麼 欸我覺得你這個7 搞不好可以 不行啦 全換啦 全換 全換是不是 欸 先要跟他打手牌叉 絕打 手牌叉打 抱歉 跳6要幹嘛 欸 幹 他是招衝刺 所以等一下會超窄 我們有 足夠的 回合去跟他 跟他那個 欸他真的超爛 他在幹嘛 他這樣怪怪的 這樣子他下文沒事做 那我贏定了 抽一下吧 然後 鬼魔 還是你要賭 不用吧 不用 打他就贏 對面1000 你說1000的檔次 就是如此的 對 你看 他明明 手牌一堆 然後打成這樣 不知道是怎樣 剩2費 抽一張 還不抽 先抽 暗鱗開就嗎 一定是這樣吧 可以 暗鱗開就 這樣贏啊 感覺你好像是Token的 再解一張 對 假裝自己是Token的就贏 他有的話 那就是他的亂打 但應該是 我前面解了那麼多隻 已經很有 意識到 已經很有意識到 我願意出 哦 太誇張 我沒有用到 我沒有用到那一張5費 他失神掉 他爆掉 如果新手要玩的話 是 可以 但是 基本上是 打不了太高 但 如果你願意練習的話 可以變很 可以 至少前擺都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這套還是 應該是在 那你現在怎麼沒有用這套爬分 因為我要 比賽啊 我要練習 練習別套法 不然我現在應該也是用這套 風勝水騎 好 有 有 也 有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